我是童安的創辦人 我叫V 人人都叫我V 其實童安我們就在2016年開始創辦了 我們一直以燉湯去做一個工作 一直演變到現在 我們以花膠 天然食材 這類型的產品去經營 我們不希望這個傳統食物失傳 所以我們再開了一間童安花膠創意食館 主力都是做花膠的 希望將花膠變成一個美食 令到多些人去接觸 感受花膠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很好的食物 因為大家都知道 Tommy是專門靚貨 雖然是貴 但是它真的回到很優質的食材 基本上我們公司 是挺喜歡用日本的產品 尤其是海鮮 其實日本的蟹配花膠是非常之出色的 所以我們長期都會在它們挑選一些很好的蟹 例如日本北海道毛蟹 長腳蟹 花嘯蟹 或者香箱蟹 這些都是我們常做的蟹類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發花膠 基本上我發花膠就開心了 當然你一定要在一個正貨的公司買到好的花膠 有部份我會收藏 有部份我會用來浸發給客人吃 我亦會和客人分享 究竟什麼花膠有什麼功能 或者什麼時候吃是最好 或者什麼湯底吃才是最適合 所以我對花膠的要求基本上是很全面的 看回當時大家是想收藏 用來吃了它 還是很想了解它用什麼功能 對花膠的要求只有兩個字就是沉迷 同安兩個字就好像我經常都說 同安共享 我希望大家一起去分享 要求就是我們這裡做的出品 我自己追求的就是要用心去做 要真材實料 希望客人吃了之後 是感受到什麼叫做原材料 天然食材 不一定是貴的 但是質素是一定要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